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给国学心旅,今天分享的是,这几种抠门面相,小气吝啬,一分钱都不肯花,注定难成大气,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,钱财乃身外之物,胜不带来,死不带去,在交朋友时要擦亮眼睛,金钱观完全不一样,太过吝啬的人,相处起来会有难度,所谓相由心生, 一个人抠门不抠门,是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上看出来的,抠门面相长什么样呢,牙齿细密,牙齿密的人不漏财,是一个具有投资,管理钱财能力,守财相,但是如果牙齿密集,再加上牙齿较小这种人,对花钱财非常慎重,绝不会乱花一分钱,是居家过日子的好面相, 但是这样的人对钱财看得太过于重,钱进入他们口袋中,就别想再拿出来,即使朋友,亲人出现大事小事,他们也会选择置之不理, 这种面相的人在现实中,多半是守财奴的形象,难大富大贵,无论男女牙齿细密,而小牙齿很小的人, 对待钱财谨小慎微,不会轻易乱花一分钱,天生的具有攒钱能力的人,无论朋友,有个大事小情的,他都会把荷包赚得紧紧的, 生怕别人夺了去,这样的面相人对于钱财非常保守, 鼻头尖锐,鼻子在面相中主财运,看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发展,鼻子占主要的地位, 鼻头尖尖,鼻翼削薄,鼻梁无肉,有此面相的人,把利益看得非常重, 凡事都会要求精打细算,不肯多花一分钱,对自己身边的人友儿非常的小气, 谁都别想占他们的便宜,只能自己自己沾光可以,典型的自私鬼, 为人处事处处与人作对,不会讲求合作,不懂得忍让, 尽量由着自己的性子,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,这样的人心形狭窄, 性格偏执,容易激动,爱与人相斗,鼻孔外章, 面相中整个鼻子的面相关系着一个人整个人生中的财运, 其中鼻孔的面相与一个人的守财能力是相关的, 倘若一个人的鼻孔非常的大,且鼻孔外章, 如此鼻孔面相的人,则是一个守财能力较差, 喜欢挥霍钱财的人,他们对待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大方, 花钱如流水一般,从来不心痛,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人, 但如果一个人的鼻孔非常的狭窄, 鼻孔很小,则说明他是一个守财能力很好, 非常看重金钱财运, 甚至会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, 他们从来不舍得多花一分钱, 即便是对待自己的父母也十分的吝啬, 他们就是一个守财奴,生怕财运流失一分一毫, 所以在生活中会非常的小气吝啬哦, 在相书上认为,这种人是心术不正的, 为人善于算计,并且看重利益, 为人抠门小气, 他们就是生活中人们口中常说的那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, 这种人很多时候喜欢算计别人, 只要牵扯到利益的事情, 他们都不会让自己吃亏, 对于身边的亲友们也是如此, 所以久而久之, 很容易别人看清他们的面目, 然后远离他们, 为人人缘很差, 印堂宽广, 面相中的印堂关系着一个人的度量, 所以从印堂的面相中, 也足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小气, 为人是否吝啬的, 倘若一个人的印堂非常的宽阔, 则说明他是一个性格开朗, 为人大方, 慷慨的人, 他们不会计较得失, 对于金钱的掌控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, 他们在生活中对待朋友是比较大方的, 但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非常的狭窄, 印堂部位的宽度不足一个手指, 那么如此印堂面相的人, 则是缺乏度量, 心胸狭窄, 性格自私小气的人, 他们非常的计较与吝啬, 无论是什么方面都很吝啬自己的付出, 简直让人无法忍受, 此面相多半是在中年时期才会出现, 经常藏匿自己的想法, 让人捉摸不投, 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比较强, 生怕自己受骗或是吃亏, 不敢有一点地表现自己, 生怕自己担责任, 但是得力的事情一定会向前凑, 至考虑自己, 不考虑他人, 典型的小气自私鬼, 额头尖窄内奥, 在面相学当中,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是尖窄, 而且有内奥的人, 这类人都是特别的重彩重力的, 将名利都放在首位, 做起事来的也特别的毒辣果断, 所以跟这种人打交道, 必定要具备良好的素质信心, 否则只能任由他欺负, 还有一点, 这种人心眼小, 导致很多人不敢跟他相处,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, 不肯多花一分钱, 可以说特别的抠门, 鼻孔太小, 鼻孔在面相中又称为警造, 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的蓄财力, 财库大小等, 若是财库太窄, 鼻孔两边的鼻翼过于削薄, 有此面相的人属于典型的吝啬鬼, 就算是他们赚得钱再多, 又不肯多花一分钱犒劳自己, 而且鼻孔应该是越大越好, 若是过于窄小, 这样的人就算是再抠门, 也不会过得太好, 经济实力较弱, 条件过差, 只能辛苦操劳一辈子, 鼻孔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跟势力, 如果一个人的鼻孔又小又窄, 就说明这个人福气浅薄, 而且没有能力, 做事比较局限性, 这种人不具财会小气吝啬, 不仅对自己抠, 就连对家人对朋友也非常的抠门, 多花一分钱都觉得是要了他们的命, 这样的人吃点心扶不起的阿斗, 从一个人的耳朵当中也可以看出, 一个人的运势跟财富, 一般恐小的人, 相对来说生活比较拮据, 性格上面很懦弱, 胆小, 总是把自己弄得很拘解, 甚至有一些赚钱的机会在面前都会因此流失, 这种人就算劳动一辈子, 也不会有任何的收益, 言小如说, 面相学当中, 一般眼睛小的人都特别惊奇, 而且刁钻古怪会算计人, 这种人坏心眼特别的多, 在生活当中和事业当中都会做出对人不利的事情, 一旦让这种人在事业上有点起色的时候, 他就会越来越心浮气躁, 而且会为了更多的利益, 不择手段伤害其他人, 所以这样的人注定在生活当中交不到任何朋友, 跟这种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, 不然的话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, 下巴尖削无肉, 下巴在面相中掌管财富, 下巴长得好, 饱满元厚或是涨双下巴, 这样的人财富积累多, 资产富足, 多半都能衣食无忧, 但若是下巴尖削无肉, 下巴短小, 这样的人一般都比较小气, 为人精明, 尖酸刻薄, 对于金钱看得太重, 常常会因为利益纠纷, 与人结怨, 容易得罪人, 不肯吃亏的人, 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剑术, 只能做一锤子买卖, 结语, 花无千日好, 人无百日红, 谁都有倒霉的时候, 多种下善因, 自然就会接下善果, 穷则独善其身, 达则兼己天下, 如果自己有能力, 能帮一点是一点, 不要总是那么抠门, 把金钱看得太重, 就会全身充满铜锈味, 让人厌恶, 一个人在有钱, 如果不懂得为别人做点实事, 别人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, 赠人玫瑰, 手有余香, 大度一点, 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可能, 等到自己落魄, 需要帮助的时候, 才会发现周围都是善意的眼神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请不吝点赞订阅,